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大家应该都知道 陈咬金在野玩者游药里面是一个非常皮的英雄 特别是四季以后,大到回旧非常快 我这边一开始我也是特别皮 去对面的野区 和对面的松武棍调戏篮下 这边差点被他虐杀 然后开个家,下树,急跑,然后跑掉 这局开局我是和队友迪伦杰一起 攻打对方下路 而对方下路守将是一次一个噪云 然后经过蓝来飞飞的一段消耗 我和我的陈咬金和对面的噪云血量都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还要在保护着这个敌人杰 然后我躲到草丛里面 这边走呀走 然后看到对面的噪云也进草丛 然后我进草丛,来一个一技能跳过去 这时候没想到对方的噪云也在那里用枪捅我 没想到我们这么有心有灵犀 结果我们打了两个都是很残血 都是那么一格血 那时候我准备回城 当时我看到我放了敌人杰直接杀进去 所以说又取消回城 这边我又看到小地图是吧,噪云回头了 那我也去回头一下 我准备跳过去,但是我跳空了 跳空的时候被塔射了一下 还好我血啊,还能飞呼一点点血 这时候双方都没有多少血 这时候是吧,噪云提前四级 我只有三级,我一个二技能旋转一下 直接被他给转死了,Live6 强健的肌肉 今夜让你们无法入睡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这时候我们双方都没有血 噪云四级,我三级 这边我先后按了二技能 二技能没错,旋转 这时候噪云的大招正要跳下来之际 直接被我给旋转撞死了 这时候噪云得多么崩溃啊 好吧,那我们本集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欣赏 欢迎大家收看 我一个视频 观众朋友好 我一个解说 我们下次再见 也可以关注我的头条 我一个解说 大家能拉近感情 来,让我们亲热亲热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真来人 必须有强健的肌肉 身体和精神 不要穿过 by bwd6